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 我們又開始今天的《色經》的討論會 祝福我們每一個都能夠得力 都學習解釋聖經 那麼我們現在是講到心靈醫治的 那麼我們今天用的經文是《馬太11章28》 那麼雖然這個經文在之前有講過 不過我們今天主要是用在心靈醫治那方面的 那麼我們就想怎樣應用這個經文在心靈醫治 還有我們自己得醫治 經文就是說煩惱很擔心很擔心的人 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然後就29節就是我心裡有何謙卑 你們當父我的握學我的樣識 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因為我的握是容易的 我的淡是輕散的 好 在這個經文呢 我想問一下大家 我之前有講過這件事的 不過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有沒有留意 這裡講了兩次安息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這兩次安息有什麼分別 有沒有人想講一講一下 你放心去講,不用擔心的,就放心去講就可以了 這裏講兩次安息有什麼分別呢? 一個就是來到主的面前,就即時得到那個安息 就是重膽來到主的面前,就立即可以卸下那種安息 另一種就是,如果我們做主的功,學習主的樣式,就是柔和謙卑的話 我們就會有持續的安息 好,感謝主,你記得我之前的教導 這個經文呢,我曾經在教一些釋經過程的時候 給他們考試做呢,是沒有什麼人做到的 因為他們不習慣看這個經文,不習慣去留意看 那他們只是說安息有什麼分別呢?他們講不出來 那這才會講得出來,就是第一種就是 那我現在就是從那個經文去解釋為什麼這裡有兩種安息 第一就是耶穌說明了,勞負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那這裡就講到那些人去找耶穌 那這個到我這裏來,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那應該是講到親近神,不是一定去到天堂那裏見到耶穌 是親近神的,就會得到第一種的安息 那麽然後呢,耶穌就講到他自己是柔和謙卑的 然後呢,就說我們當負他的鴉,學他的樣色 那負耶穌的鴉的意思呢,就是 因為鴉就是套在牛的頸和肩膀那裏呢 要來拉那個泥的,那所以負耶穌鴉的意思呢 應該是指到跟耶穌一齊侍奉了,就是侍奉神 而這裏講到是我的鴉 耶穌說你們當負我的鴉,就是神的鴉 神負責,不是我們負責 那當然,有很多東西是我們負責的 就是譬如說,我們侍奉,我們安排得好啊 我們親近神,得力啊,我們遵從神啊 去侍奉得好啊,這個是我們應該做的 但是呢,那個後果呢,就在神的手中了 就是神負責,這個是耶穌的鴉,是耶穌負責 所以我們呢,在侍奉的時候呢,我們就不要給自己壓力 因為有些人侍奉是越侍奉,越有壓力 還有甚至會burn out,耗盡 就是整個人沒有力了 那這個呢,就不是神的心的,神不是想我們這樣的 因為這個是神的工作,不是我們背著的 那麼我們負耶穌的鴉,是耶穌的侍奉 還有學祂的樣式 那學祂的樣式的意思不是學祂流蘇啊 因為猶太人是流蘇的 我們是學祂的生命 祂怎樣親近神 祂怎樣依靠神,祂對人是怎樣的 我們學這些呢,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了 就是一個更加高度的 我們學會呢 就會呢 它在英文的那個翻譯就是 You find rest in your soul 在你的靈魂裡面找到安息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